我們看這題目 農業公司計劃向政府承租一筆平地和一筆三坡地 分別種植平地作物A和三坡地作物B 已知平地每一單位面積的年租金是30萬元 三坡地每一單位面積的年租金是20萬元 公司一年能夠提供土地總租金的上限是80萬元 平地作物A的種植成本每單位面積一年是40萬元 三坡地作物B的種植成本每單位面積一年是50萬元 公司一年能夠提供種植總成本的上限是130萬元 每年收成後 作物A每單位面積的利潤是120萬元 作物B每單位面積的利潤是90萬元 請問公司一年 因租平地和三坡地各多少單位面積 收成後 可以獲得 最大利潤 又此時的最大利潤為何 首先 我們假設 一年租平地 X單位面積 三坡地 Y單位面積 那麼 有提議 我們可以得 這個 連例不等式 那經過劃減可以得到 這個連例不等式 這X大一等於0 Y大一等於0 3X加2Y小等於8 4X加5Y小等於13 那麼我們這時候根據這個連例不等式 我們去畫這可行解區 如 這個圖 那這時候我們分別找出 這四個邊界點 用 目標函數 F of XY 我們可以寫成是 這是 120X 加 90Y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以 這四個點 帶入這裡面 那分別計算 首先這F 00 那得到 這個是0 那麼F of 也是 三分之八 0 那麼這等於 帶入的時候呢 這項為0 那是120 乘以 三分之八 我們得到 這320 那麼 以21帶入 這F of 21 這是120 乘以2加90 乘以1 那我們算出 這是 330 那最後 在這個點帶入 這是 F of 這是 0 5分之13 那麼這等於 120乘以0 這0就不寫了 那麼加上 90乘以5分之13 我們可以算出 這是 234 因此呢 當 x等於2 y等於1的時候 會有最大值 330 所以呢我們回到題目 根據剛剛的計算 我們回答 公司一年 英租 這平地是 兩 單位面積 因為x等於2 和山坡地 一個 單位面積 那收成後呢 可以獲得 最大利潤 那這時 最大利潤為 這是 330 單位是 萬元 我們回答 這個答案 要是 這裏 要先 再裏